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圣女大德勒沙的故事第二部分 希望有益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加深我们的信仰 圣女在她的自传中描述神乐的经过情形 使人独了感到身临其境 我们必须知道 德勒沙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 写自传的时候根本没有参考书 也没有写作经验 她不过是将亲身经历的情景做忠实的报道 她把一切都请听告诫斯多裁断 请教会当局裁断 这本书是听告诫斯多命令她写的 为了服从神长的命令 她不能不写 有时她说为了写书的缘故 我连访杀的时间都没有了 德勒沙详细告诉了我们 祈祷的精神 祈祷的方式 祈祷的效果 她写书的那几年 是她工作最忙的时期 全力从事改革加尔莫罗会的时期 她写的书籍中 《全德之路》是一本辅导修女神修的书 《基础》是一本鼓励修女的书 《临心城堡》是供教会参考的书 在生病的时候 在遭遇意外不幸的时候 德勒沙发挥卓越的忍耐和英勇的精神 在一切打击中 在一切苦难中 她都一心依靠天主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 加尔莫罗会会归很松弛 德勒沙认为必须予彻底改革 这计划得到圣伯德鲁亚冈德拉 圣路易伯德郎亚维拉主教的支持 同时获得加尔莫罗会神掌 欧略神父的批准 当然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 遭到一般人强烈的反对 也在意料之中 德勒沙改革修院的计划一发表 当地贵族官吏人民都纷纷反对 可是多名我会伊巴纳神父 鼓励德勒沙坚持下去 圣女的包姐吉玛夫人 在亚维拉建造了一座修院 有一天一道墙倒下了 吉玛夫人的儿子在旁边玩耍 当场被压得像死人一般 人们把孩子抬到德勒沙那里 德勒沙念经祈祷 过了几分钟 那孩子完全好了 一点伤也没有 罗马教廷 颁照何种新设立的修院 1562年 德勒沙的侄女和其他三位初学修女 在新设立的若瑟修院领受会议 亚维拉的市政当局很震动 甚至计划撤销这修院 德勒沙在一连串的打击中 把自己的修院托付给天主 一点也不慌张 过了一个时期 人们开始对新修院有了好感 反对的声浪渐渐沉寂 德勒沙的改革计划 也可以逐渐实施了 新修院的会归非常严厉 修女与外界隔绝 长守静默 生活贫寒 身穿布衣服 终年守小灾 最初德勒沙规定 每座修院的人数不得超过13人 后来在若干经费充裕的修院 修女可以增至21人 1567年 加尔默罗会总会长若汉 洛西神父到亚维拉视察 对德勒沙推行的改革会归运动非常满意 赋予全权 准她在各地同设这样的修院 德勒沙在若瑟修院住了五年 院内共有14位修女 她以身作则 给众人树立修德的模范 每天除了祈祷默祥以外 纺织 打扫院舍 并做其他杂物 1567年8月 德勒沙到米蒂诺创建第二座修院 接着又在马洛根 华洛德利 多列度建造三座分院 在创建多列度修院的时候 德勒沙手头只有四五块银币 可是她一点也不胆怯 她说道 我德勒沙算不了什么 这一些银钱也算不了什么 可是天主德勒沙和这几块银钱 在一起就可以做事了 米蒂诺有两位加尔默罗修士 也想采纳德勒沙逆定的改革方案 1568年 德勒沙就在杜罗洛建造了一座 加尔默罗南修院 一年后又在巴斯德诺 建造了第二座 加尔默罗南修院 这两座修院的院规非常严格 修士过最刻苦的生活 以后若望修士 就按照德勒沙的方案 另创了新的南修院 由一座女修院 是一个名叫洛毅的亲王 捐款建造的 洛毅去世 她的妻子想入修院 可是她提出条件 要求保持王妃的民邪 免守院规若干条 德勒沙认为这条件破坏成立 就将院舍退还给她 将全院修士 前往别处 1570年 德勒沙在撒勒门家 又建造了一座修院 那修院的房屋 过去是一间宿舍 非常成就 墙壁摇摇欲坠 德勒沙和另一位修女去打扫 到了晚上 二人在地上扑草 准备睡觉 那修女很胆怯 神情紧张 德勒沙问她 有什么事 那修女说 假如我现在死了 你不是同一具尸体 睡在一起吗 德勒沙说 不要多想 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 1570年7月 德勒沙在神世中 目睹 真福伊纳绝 雅徐魏杜和若干耶稣会世 在海上为主之名 德勒沙将她神世中 所见的一切情形 告知雅华乐神父 一个月后 雅徐杜卫等遇难的消息 抵达西班牙 雅华乐发觉和德勒沙的报告 完全吻合 那时候教宗圣庇护武士 派代表考察各地修院 研究改革方策 负责调查西班牙 加尔莫罗修院的 是有名的多名我会会士 博多路弗朗德 弗朗德到了雅维拉 认为当地的匠生女修院 需要改革 就招德勒沙来 负责执行 同时任命她为这组修院的院长 德勒沙很舍不得离开 原来的修院 可是为了服从 就到匠生修院去 最初修女们不肯服从她的改革办法 德勒沙对他们说 耶稣派我到这里来 我知道自己不能胜任 我是来给你们众人服务的 德勒沙的圣德 博得众修女的钦佩和敬爱 使她的改革计划顺利推行 德勒沙天性温和 待人诚恳 判断准确 办事敏捷 所以很容易博得众人的爱戴 诗人古拉西说 德勒沙又像一只老鹰 又像一只鸽子 它有老鹰那样的刚强 有鸽子那样的温和 德勒沙去世前 改革的加尔木龙修院 达17座之多 1582年7月 德勒沙在布格 创建了最后一座修院 到亚伯去的半路上病重 到了亚伯 体力衰弱 亦不能起身 她对服女亚纳说 我去世的时候 已经到了 她领了中府圣事 神父捧圣提到病史 德勒沙在床上坐起来 欢呼道 无主 现在是我们会面的时候了 德勒沙于1582年 10月4日安息主怀 圣女大德勒沙于1622年 荣烈圣平 弟兄姐妹们 如果您想更深入地认识 圣女大德勒沙的故事 可以阅读她的著作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